州长纽森下令全加州居民戴口罩 Samateau县议员David Konepa提议 如果不戴口罩就该罚钱 不过纽森否决这个提议 温二全报道 David Konepa说他希望加州成功的重启经济 但如果民众不继续戴口罩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就会更多 难道要要再回到居家里吗 州长下令大家戴口罩 但如果没有严格执行等于没用 Konepa建议出犯给予警告 再犯罚100元 累犯罚500元 对于不戴口罩就罚钱的做法 市民有什么看法呢 也有民众说健康比自由更重要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 KTSF 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 SBTV app或上网 sbtv.ktsf.com收看